我用这个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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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这甜蜜的负担 那角色呼唤 才明白了答案 那成为最后是满满的爱 无所谓婆婆妈妈 哈啰 亲爱的 你怎么来了 真就好久没联系是吧 你好 嗨 赵公子 小包小包 你好 阿姨你好 你好 祝福是见面 李宝贝 我是穆丁 嘴嘴 来不抱抱抱抱太久没见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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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员 天呐 天呐 好 天呐 天呐 休息一会挺好吧 刚睡了一下 是吗 怪不得脸出褶了 哎 张芒快坐着 坐着吧 我眯了十分钟还挺管用 是吧 睡一睡挺好 哎 张芒那脸都睡红的这块 是吧 嗯你看 就我没睡 墙挺着 哦真的 因为我这头不行 这拜个案了 哎 我到哪是背个枕头的 哦您这个头不行就不能压 压就别了 对 再一个就是 我现在平时带个纱金还可以 要是不带纱金的话 就头躺在那 就马上就粘着毛了 就因为您注意 对 那遇到那不注意的艺人 那对啊 那就完了 那我头老是白的哪行啊 所以阿姨时刻就是 在你的状态里面 对 我那时候跟那个谁 贝玉清老师演出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不是后场吗 他都不做的 就是做的还怕那个衣服 就是起着 他就一直站着 然后就等上他 就他对那个舞台还是很有敬畏 所以我就觉得 对 这我特别能理解 而且感同身受 所以阿姨走红毯才被误认为是 老艺术家 原来是有 游履可循的 得了人家当反面教材说 蹭红毯 各种各样的 您这头行多少天做一次 几天 我在沈阳的话我是七天 在沈阳的时候都是我爸 那个到时间开着车 带我妈 然后去吹头 然后吹头的中间 我妈还会安排我爸做很多事 什么送这个水果去那家什么什么 然后回来接他 老有怨气了 领导就是这样 他不是这么认为 他说什么你知道不 我们多美化啊 使用人不当刀 但是也这么被您开开心心地使唤了一辈子 他俩感情特别好 就这么多年 都是 比如说我爸很爱拍照 我妈爱打扮 我就是他的模特儿 对 他们现在就是到了一个地方 然后我爸就拼命给我妈拍照 我觉得他们感情特别好 所以我常说 那个我看着我公公婆婆 就那种夫妻相处知道 就学到很多东西 我妈也是我那个夫妻相处知道的 那个最好的军师 就阿姨肯定是特别善良一个人 对 你咋说这么对呢 我就是这样的人 绝对是 对 对 要你们表扬我多不好 我自己应该不这样 你没用表扬吗 这是 全国观众都表扬你 别说了 全国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回来了 哎呦 浩哥辛苦辛苦 你有没有发现静姐跟浩哥在一起 完全状态不一样 对 是吗 真的完全不一样 我们晚上还在夸你们 在说 你完全超级乖 然后 小鸟一人的感觉 在家里就穿这个衣服 就像个高中生一样 真的吗 那我不跟我在一起 跟你们是什么样 跟我们在一起就挺好的 特别好 就更像大姐一样 对 就会挺有热情 就挺有热情 更加有热情 因为在创作嘛 但我跟他们在一组 我没有 虽然我年纪真的比你们大很多 但我没有那个大姐姐的感觉 就有的人会觉得 她就是静姐 她就不愿意 但其实我是特别希望 我们一起创作一个东西的时候 音乐是没有年龄 这些东西的界限呢 你们就要勇敢表达 大家去激烈地探讨 找到一个最好的方式 所以你看我们在那个里面不是有吵架吗 也不像吵架就半嘴 变化在舞台上就是震撼力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相信 阿杰老师 按你们的来吧 如果你们还爱着我的年龄说 咱们这话就别说了 因为她是长辈或什么 这个创作就完蛋了 其实你知道吗 你让我特别改观的就是你跟我说我接受了 我觉得超级可爱 总结就是化学反应还挺好的是吧 我觉得非常幸运就是说 透过一个节目不但增强了技能 同时认识了一些好朋友 跟他们在一起好像自己也变得 就是很放松 可以很真实 怎么样你们三个老公一天都很在一起 你学习到了什么跟其他两个老公 今天小智哥说一句说特别好 其实这四个男生都是非常好的丈夫 都很顾家 都很爱自己的家 爱自己的家人 就是每一家每一家的相处的方式 但是不管方式是如何 你不能通过这个方式来判断 还是要通过这个对家的这个爱 对身边的人这个爱来看 而且像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人身上不可能没有缺点 都有优点 因为这些缺点都不是原则性的 都不是恶或者是什么所谓的伤害的这种的缺点 就是每个人身上都有 但家人之间的有碰到这种事情 我们就是互相包容对吧 有善意的去看待他理解他 最后大家包容才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其实昨天我们三个老婆聊过一次天 这个叫什么 你跟你老公你跟你老公都有互补 但是亲爱的你知道吗 如果我跟我老公打电话 他在一边说话我就 嗯嗯他说你干什么呢 你是不是在走神 对 然后我在多年节的时候 行 先这样吧 就不跟我说了 直接把电话就挂了 他也是属于这样的 如果我打电话给他我不说话 那我们一分钟就挂电话了 哎你叔叔也有也有这个毛病 他被明打这个事儿 听他说话就你脑子还不能那个 不能走神 不能走神 得进行会神的题 哎呦我天可累了大夫 对 我觉得这个社会吧 大家都是有时候从一个经济维度 去看谁被照顾谁被照顾 或是大众的认知 但夫妻相处跟这个没有根里的关系 还是两个人一起成长 然后一起扛顾很多东西 一起经历很多东西 所以可是很多人看到就是啊 圣衣的老公多么有什么什么什么 财富就从经济角度 其实我觉得特别落伍这个思想 其实女人是很能扛起一片 天天的 就我真的我老公讲过一句 他说如果我老婆出去赚钱 其实不见得比我差 但是因为她比我会照顾家 所以她选择留在家里 来给靳姐 现在这样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 我爱我说的 我就是说给靳姐鼓掌 人家牺牲了 是的 然后把你赚钱的职位 你更适合的职位 更适合的家庭的职位 你老想一下 大伙说你说这个对 人家是说她牺牲了 我真的我超级乐观 永远是我在跟他们讲 不会有事的 没问题的 不可能 不用担心 你反而像个男人 你真的像个男人 我是 你问我老公 我老公每天都说我是个男的 你真的挺像 因为你思想比较大条 比较抓大放小的那种 所以她是爱你爱的死去活来的 原来如此 对 因为你太特别了 她什么时候爱她 你死去活 她跟我说的 她是上海时候跟我说的 是吗 我说过吗 你真说过好吗 就这个 这个比较像她爸 她当面不说 可能我不知道 反正在我们背后说 我老婆跟我老婆结婚以后 我怎么怎么样 我怎么怎么样 你们结婚那么久 老公现在还会跟你们 非常甜言蜜语吗 她是不太会表 不太会说 她跟你们就是 她可会了 就是她 她跑谬是什么都特别会 对 有的人那样 对 但是她真的跟我的时候 她不怎么说 但是背后表扬你 对 你看 这跟她爸一样 比如说我会怎么样 就很开心 我老公就是说 看了一个采访 就说这句话不错 最近说的话还比较什么什么 我就能高兴一天 你知道吗 我就 我老公就那种 我老婆跟黄生怡 两个人在宿舍里面 抱头痛哭 然后那个张萌那边 跟他们在一起排练 然后大家一起建立这种友谊 很多那个细节 都是我从老婆那儿得来的 所以他们两个来 我挺高兴的 但来了以后 我发现这家伙 这真是 就那天我不说 这三个人是 咄咄相惜的关系 那真是 罗谷喧天 变炮齐鸣 我觉得我们三个 倒是有一个特征 我们三个都很女性化 显然这个世界 现在对女性化 好像有的时候不太友好 比如你声音比较嗲 或者你会撒娇 或者是你有时候 会有一些小任性 小敏感 我非常尊重 很爷们的女生 可是我也觉得 很女性化的女生 也是其中一种 所以可能大家有时候 都会觉得说 他们三个讲话 那样 但女性也有女性的 女性力量 我反而觉得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是蛮有女性力量的 在我认为 我觉得我的孩子 没有 绝对没有老婆重要 我老婆是陪我 真正走完这一辈子的 太对了 教科书 教科书式的回答 丹尼尔听见没 大点 那你的排位呢 我现在排位 孩子太小了 别说 排位第一位 不是第一位 他两个是 怎么比 对吧 那非要让你比 别说 别让我伤心 你可以不听 不是 老公肯定是 第一位 孩子不在 没事 随便说 老公第一位 老公肯定是第一位 对 一会儿见到孩子说 宝宝 你是第一位了 你觉得你们生了孩子之后 夫妻之间有没有变化 我感觉我都变凶了 现在 我现在就变凶了 后面会越来越凶 等到你儿子 像我儿子那么大 你会更凶 不是对儿子凶 对他凶 是会 结婚了以后 就会有点 就以前我 特别温柔对他说话 都是去看一看眼睛 你在无中生意 有暗度成价 我现在 哎呀 算了 别弄了 对他没有耐心 对不对 对 懒得再跟你说第二遍 对 对 是的 我感觉他一直在问 一直在 我说你话怎么这么多 别问了 以前不会 小麦以前是个无力取闹的人 生完孩子的时候就不是了 他不会吧 我觉得他 你有没有时间跟你无力取闹的人 他以前特别喜欢找事 有没有时间跟你找事了 事情太多了 我好想念你找事的日子 那怎么找事 比方说呢 就是 故意吃醋 对 然后故意开他手机找叉 找叉 找叉 叉 你这个普通 我在你面前发过标吗 我又忘了 你俩以前生气都属于那种不管不顾 不管我现在在干嘛 我都一定要发标 一定要发出来 对 是 我是 你俩都是这样 对 是因为有了宝宝 我现在也不是 就是 就还是 还是这样 是那些年都怎么过来的 就是就会觉得 老伤肝了 肯定 对啊 所以脸才这么黑 唇色也黑 你是欺骗性最大的 就看起来特别温柔 特别柔和 对 但其实你造起来 你力气又大了 都大不过你 力气真的太大了 那时候我 你跟金锤儿两个人 我还有琴儿三个妹子 我们都要一起玩 我们俩三个一起要抓住她 然后想要喝她 我们要按倒了 要按她 对 让她一个人把我们三料倒了 然后把他们三个叠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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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三都压不住她 力气太大了 那个时候真的打不过你 那时候你跟金锤儿两个人 金锤儿一米七多 你也高 玩两个人又都挺壮的 一人穿个花盆你这么高 我一拍戏我雅各尔康 那衣服还有点大 就感觉 真的需要我保护吗 就是这样 就那时候我们在一块的时候 那种特别无拘无束 特别简单的那个状态 我真的觉得 我现在看的时候 就真的就是觉得每个人都好可爱 就真的好怀念他们 也特别怀念那时候我自己 怎么样 戏不完之后 是不是很多人去打你家门 那么多人喜欢你 火了 还好 就是我自己是没啥太大的电话 那也不出门吗 确实 你其实不出门 你 亲戚朋友啥子的 老婆你怎么又走了 你不是老儿挺好的吗 他对你可能有一种依恋 你唠过着吧 唠着 我很快就回来 我去买点水果 很快 好 快点回来 好的 但是有些东西里面 就可能看着我就会比较熟悉 就是这是 就是 就是胡一飞他们家的 你像这我 这是我俩 觉得打游戏的地方 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 你航格特别有门话 我第一反应就是写看的书 他这个 游乐场所不错 都是我为他提供的 这个是把 这组搬给来了 买了 把他儿子也买了 就是练就 撞坏了 你俩啥东西要赔的 不会 真的不用赔 哎呀 你看看你 做的真是好 其实当时在组里 跟导演有讨论过 他俩的那个情侣模式 不是正常的情侣 不太正常啊 其实第五季 张伟改变还蛮多的 其实愿意去做一些改变 就是 我作为一个女孩子 我去看待张伟就是 她是一个同理性非常强的人 然后她上进 你看从孤傲一直考 考到这个律师 其实挺不容易的 她对自己是有要求的 然后她对朋友之间也都很照顾 对 所以这些就是挺吸引人的一个点 我觉得 张伟有一种相对在某些层面有一些小自卑 我觉得 所以说我个人感觉 因为我是雅的 我可能就会觉得说 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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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边朋友他们都很喜欢张伟 我有个朋友是漫画家 然后他还是伟大的CP 但是你都发现 我会觉得张伟男粉特别多 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些男性共情的一些视角 大家从毕业 然后到工作上 社会上立足 这个过程是很艰辛且漫长的 但在他身上就体现的特别鲜明 所以 招人喜欢 也招人心疼 谢谢 她是一个我是会觉得 又有一些乖巧 然后但是她又有她的性格和另类 就是挺独特的这么一个女孩 组里的每个人都很喜欢她 但是张伯和你真的会在家里是当了 是好好的照顾孩子 我是啊 我这三年都这样 她知道啊 不一样 我觉得年纪我还是比你大 你懂吗 可能你到我的年纪 你知道人一年一年都会改变的 也许你过一年你就会改变 但就像我刚跟我妈说 我觉得他们没听懂 我懂我的意思 这个是我老公教我的 她说因为我比你小 所以你有些经验比我多 我跟你说什么 你有时候会觉得 你先听我说完 她说你会觉得我很傻 她说可是 你要允许我去经验我的人生 就算要摔跤 你也是我应该去体验的 我觉得这个话特别好 我觉得这个话特别好 所以后来我去对我青春期的儿子的时候 我有时候很想管他的时候 我就想到他那句话 这是他的人生 他教我的 我后来就很少 你真的好好 因为你会真的是尊重你老公说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可能大家说姐弟恋 姐弟恋 就是你比他经验多的时候 的确你的经验是很珍贵的 但是你也要允许 可以允许他去经验这些事情 我也不会觉得我们的年龄要差距 但是我老公会感觉 我有时候我不会听他 因为他会觉得 是不是因为你比我年龄大 所以你不听我 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他比我小 我都很希望他 觉得我很听他 很尊重他 但是有时候他就想多争议一下 他觉得我不给他这个机会 所以这真的是要多磨合一点 但这个还好了 就我早生十年 就是我太太早出道比我十几年 他就比我见识的多 这是客观存在的 不说这是个事实 是改变不了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 我会听他的意见 因为我觉得他多出那十几年的智慧 比我多 所以我才听他的意见 就是不可能说 虽然我年纪比你小 但是我就是比你阅历丰富 然后我就不听你的 那如果你要这样非你 就会很痛苦的 而且不是这样的 沈师傅 就是我尽量 我想让我老公开心就好了 我觉得他都很勇敢地跟我说了 我当时真的很感动 我觉得那个不容易 我想讲就是说 如果大家能够看到 他这样的一个女性 愿意站在更女人的角度 去给他更多的鼓励 同理心是最珍贵的 那为什么我能给 中立体那个同理心 我觉得Christine 是很勇于表达自己的人 但其实我 我可能有那个渴望 因为我先生如果真的那样的话 我可能也有点受不了 我真的觉得男人也很可怜 因为我伤口那个 复原的很差 然后后来又做了一次手术 但在那个过程里面 米粒的尿布 洗澡 大小便 所有 全部都他弄的 哇哦 好棒 你知道他多好笑吗 我跟他讲说 老公我们再要一个吧 他说 我想了一晚上 我觉得米粒好可怜哦 哈哈 他说因为 米粒本来是独一无二 享受着我们的爱的 可是他变成姐姐 他就要照顾别人了 然后就开始自己 眼睛都红了 你知道 是吗 哈哈 所以我们真的是为了米粒的 幸福之前做的那个决定 我们就是给他一个 让他愉快 开心的一个成长的环境 然后剩下的 由他自由生长 走吧 我们去那坐一会 这里面应该能凉快一点 是吧 对 我们玩一个游戏吧 然后这个游戏叫做 心灵游戏 就证明这个男人之间 和男人之间 心灵之间 是可以无缝衔接的 然后这个也是锻炼 你们俩的默契 和我们俩的默契 好吧 我们俩没有沟通过 我现在问他 就是大概有几匹马的 这样的一个游戏 然后让他猜 他能猜出来数字 和我想的数字 是一模一样的 真的会一样吗 对的 比如说我们试一把 试一把啊 比如说 搭个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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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有几匹马 6匹 对的 你不知道 你只是他说了6匹 真的是6匹 好 搭个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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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匹马 几倍 一二三 4匹 你3匹啊 我想4匹 你想4匹是吗 为啥呢 我不只多 你不只多6匹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啊 预备 现在 现在有几匹 5匹 5匹 7匹 对啊 7匹 你们自己都不知道 哈哈哈 不要游戏 这个太多了 就是 不是 那搭个打 他那个难度太大了 我再搞一个 那你更不对了 几 一 二 三 一起 啊 怎么能一起说了呢 就这么厉害啊 这么厉害啊 就男人和男人之间的默契 不会的 我绝对不会了 你看你这么蹊跷的 比划了一下 你看你看 我背过去 来来来 背过去好了 我再搞一个声音啊 好了 几匹 一二三 两匹 我估计你们约好的 啊 那哪一个老板巧啊 不会的 不会的 肯定有什么技巧在里面 他们有一个暗语 没有 那就我们俩还能记这么 记这么多 那怎么会的呢 所以你看看男人是多么可怕的动物 老公懂得挺多的嘛 我咋不知道你会玩这个游戏 咱俩玩过这个游戏 啥时候 玩过 不是我吧 又来了 对 又不是你 我忘了 记忆力不好运啥三年还没过 估计你们讲的一个是 终点听顿的问题 我可以不听顿 再给最后演示一遍好不好 好 开始了啊 这个的 到底有几匹马 有几匹马 一二三 不是 打一个打一个 这个打一个电影 到底有几匹马 一二三 七匹六匹 六匹啊 不好意思 找没看好是吗 不是不是 到底有几匹马 六匹 六匹 好再讲 再讲应该懂 妈知道答了 是吧 妈妈知道了 妈妈 开始啊 这 那也让别人知道 这个打这个打这个打 几匹马 一二三 三匹 你怎么知道的 几匹马 哎呦 哦 耶 哇 又知道几匹马 厉害 厉害 好 原来这个打没关系 没关系没关系 没关系 以后去见别的妈妈 你们就可以跟她们玩这个游戏 没关系 那不然我们来唱歌好了 好啊 好不好 光唱歌好像没什么意思 我们来玩游戏好了 玩那个 对视 他们真的拿互相对看 对啊 啊不能笑哦 孩子现在就输了 对啊 那阿姨你说 谁跟谁对看 那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哦 对啊 那我在中间怎样 我 我 还是妈睡一下 哈哈哈 我来想看看有什么歌 一了百了好了 是一了百了 啵 亮红灯了 灯 一了百了 这什么意思嘛 灯 哎 最后一句很好听啊 斩断纠缠的爱啊 从今就一了百了在一起了 好啦一了百了是不是 是不是很正面 是这首吗 对对对是这首 画质是什么 可不可以好一点 快二十年了 哦 好特写来咯 特写来咯 哈哈哈哈 好 啊一辈子两个人在一起 一辈子两个人在一起 你说要加个或许 不是你不喜欢甜言和谜语 只是比较实际 两个人一辈子不分离 对心的时候 妈妈在底下看着 的感觉 也是蛮强烈的 不期待 永恒的恋去 你说最美的爱情 叫做回忆 离开我 你说是为了我好 可是闹车 哎呀要深情啦 深情 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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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所以我们现在只剩下 妈妈跟小孩 嗯 送给你们两个的歌 哦 亲爱的小孩 你唱唱看 要对看啊 要对看哦 对 因为这一趴最重要 就是你们两个对看 哈哈哈哈 妈妈跟小孩对看 小时候抱的都看啦 对啊 你要看手啦 小时候看的都看了 快点来 小时候都看的 来来来 嘟嘟嘟嘟嘟嘟 他们会特写哦 小时候都会看啊 嘟嘟嘟嘟嘟嘟嘟 哈哈哈哈 不能笑哦 嗯 那你们要边听的时候 边享受小时候 长大 中间的过程 很多开心的事情 不开心的事情 异ה看不开心的事情 也不要也不清楚 prote罗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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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我媽媽總是喜歡嘗試 一些沒嘗試過的 蠻有趣的 讓她體驗一下 不會擔心 反而是跟著媽媽看 我覺得還有蠻多的感觸 因為從來沒有跟媽媽這樣子 一直看 看這麼久 可以仔細看看她的眼睛 看看她的眉毛 看看可能眼角紋 看看她的鼻子 倒是感觸蠻多的 因為在印象中只有小時候 會這樣看媽媽 對 沒有這樣子 一直盯著那麼久 您的小分別一來 我特別高興 我們也歡迎姐姐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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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是第一次拍的 最愛的女人 因為有這個前奏 我就每天在看 所以有很多感受 有效呢 咱們一會兒能聚到一塊兒 所以咱們今天聊個天 我的問題可能很多了 還有筆記 你說吧 咱現在 我現在有幾個 我怎麼看了 我現在開會 我也看去 像個領導 我都挺偉了 沒開會了 因為我那個 你們的節目我補了好幾遍 然後我看看呢 我要問問大家 聊聊天 你們兒子和媳婦平常在家 修個愛的時候 你們是什麼表情呢 咱說咱們 和他們生活當中有不愉快的嗎 咱們在家裡 他們這個財政大權在誰手裡 兒子和媳婦他們這個家裡 你不會提什麼合理話的建議嗎 咱給咱家的媳婦 咱能不能給他自己排個名算 媽媽 我在節目當中看了 就是震營媽媽說 她兒媳婦穿那個短褲什麼的 就是不合適 實際上我覺得 我也有點覺得 不能穿太露了 太露不行 你呢 你能不能接受到這個情況 前兩天我媽可說了一句 我當時聽一聽不以為然 我媽說你能不能告訴我 我就是錄節目的時候 別穿短褲 說這麼一句 就說老人 他可能覺得穿短褲在節目上 可能有的時候不太 他這麼想 不方便 他這麼想 我說短褲沒有啥 所以我也沒跟小婷說 我有一次上百貨商場 有個人就戴著衣服號碼 就這麼個大口子 我還翻一下子 我說當時他的衣服怎麼還出個口 我就跑過去了 我說同事不好 你看你這衣服號碼 那我口子什麼時候刮了 我還跟你說 我女兒就笑了 對不起 我女兒就這樣了 當時我和我妹妹說 姐你看你跟這傻事 你跑去跟你告你這個 就是那種衣服 我也不懂 這又是戴主 你比我大姐歲就是戴主 我妹妹說 我妹妹說 哎呀大姐 那是人就是這種衣服 你叫人笑話 都還叫人笑話 你說這個我就也 我們自己家裡有些話 我女兒姑爺第一次上我們家去 見親戚朋友 她就為了年輕 穿那個破洞褲 破洞褲 對 我老姑娘說 你家好你褲子爛掉了 換一條好的 這是我都說過 我女兒就說 爸這是破洞褲 你T恤幹嘛 這我沒聽說過 你自己想起來我有一次 我們小浩那時候穿一件衣服 完了那個 我晚上我就勤快上了 給她洗了 給她暈了 暈了 第二天一看 媽這衣服 你就是要的這個折 你說多給開 把折還給暈開了 你怎麼穿呢 她就給她暈開 你真閒的意思 你不懂 我說你看這衣服上 全是折怎麼穿 那個外面 就是看這件 你說多勒搭 那個衣服 穿在我們老人身上 你就是邋遢 對 看著他們年輕人身上 十下 對呀 所以我說有些事吧 真是代溝在這 真是代溝在這 咱們也是去 這是代溝嘛 代溝 我通過這次聊天 我看到每個家庭的想法都不一樣 每個家庭都有每個家庭不同的做法 但是通過這個 大夥再一講 再交流 我就感覺到 大家各個家都有各家的長處 也有各家的短處 我們都應該取長不短 這一次就是和媽媽節目 最大的收穫就是認識了幾個姐姐 她們的性格挺好的 學到了很多東西 揭示了很多真正的好朋友 這次的節目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機會 很感謝你們 謝謝 謝謝 麻煩你帶我過關 老婆老媽病 也天下第一刻 我三頭流鼻不敢怠慢 就算彩頭隱形長 上微博搜索婆婆和媽媽話題詞 一起邊看邊聊 感謝特別合作媒體 微博台網 微博綜藝 手機合作新聞媒體 新浪娛樂 新浪新聞客戶端 深度短視頻合作平台 抖音 戰略移動資訊平台 網易新聞網易娛樂網易號 感謝深度支持合作平台 苗東百科 世界如此簡單 特別合作新聞媒體 中心網 新文客戶端合作 今日同僚一點資訊 Zucker 特別合作 閃忙 訓非輸入法 WiFi萬能鑰匙 感謝網媒支持 碰煌娛娛 環球網 國際在線 中國網 不是媽媽的愛 無所謂婆婆媽媽